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元 这是我丈母良 你不会丈母良 今天我们包饺子 他们这边好像包饺子特别隆重的感觉 好像就像我们中国以前这个 过年的时候才吃饺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过年的时候会做很多好吃的 可能就是意味着 这边也有点相似吧 我看一下现在在蒸饺子 饺子已经做好了 有点做的像小笼包 这边在蒸饺子哈 他们喜欢这个蒸饺 不喜欢煮饺 我们家经常会煮饺子 他们是蒸的这个 现在又开始吃饺子了 一包饺饺子 上次吃的口感不太好 希望这次比较好就好 我说拿点调料 不能的话感觉没点味道 现在小花在吃饺子 还有我丈母良 小花饺子好吃吗 刚才我也吃了一些 感觉这个饺子还是不错的 上次做的就是白菜放多了 今天现在没有放白菜 只放了一些这个牛肉 感觉味道挺甜的 这个汤的话 他们是放了一些调料哈 我都放了一些辣椒 其他的调料 我不大喜欢吃哈 好的 那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这个饺子 做这个视频已经做了好多次了 小宝宝又换了这个小小的帽子 因为小宝宝要睡觉了 所以换你这个小小的帽子 这个宝宝 好像隔太厚的帽子睡觉不大好 哈喽小宝哥 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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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小宝宝